我去的是南苏丹 我在那儿维和两次 先后待了两年左右 每天都能听到枪声 生命的长度谁也决定不了 但是生命的宽度 你绝对能决定 维和期间 我爱人生病 我爱人查出来病 当时走的时候很好 到四月份的时候 他眼睛突然看不到了 到了九月底 十月初就我维和回来 我就开始陪他 一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 离开了人间 这一路走过来 真的有我的父母亲 一直在支持我 真是对不起他们 我不孝顺 爸爸妈妈对不起 妹妹 没问题 话不知 以后把你的后半生 带为人民服务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有一个祥和的生活 真的很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